我们为什么要离开现在的家 在猫界有一个传闻 并肩工厂是流浪猫的天堂 什么 小心 没张眼睛啊 好险 还好你的宝宝没事 谢谢你 以后有机会的话懂得感恩 记住了 妈妈就是这里吗 对 我们到了 那个新来的 我看到他勾引主管了 上班打扮的花枝招展 一看就不是好人 对吧 我也觉得 闺女啊 家里装修还需要五万块钱 好的 这就给您转过去 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 我 你明天开始不用来 我什么都做不好 别囊住 你是 你是三年前那只小猫 我专程来找你的 这个领先青年礼包送给你 给我的 跟我去领先工厂游学看看吧 我怕我做不好 你可以的 没试过怎么能先否定自己 那我试试吧 快跟我来 这就是领先工厂 好气派 这个猫粮看起来好酥脆啊 猫咪吃的猫粮都是用A级鲜肉三段式变温烘焙而来 又营养又好吃 拥有稳定的配方才是安心的产品 这是智慧5.0全自动化设备 能生产出完美猫粮 它们每天都是这样反复 跟我好像 不管是人还是机器 都只是这个社会的一小部分 独自运行的话 是做不到满分的 是啊 机器因此有了温度 小猫们都好热情啊 它们大部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牛牛以前被主人没缘由地抛弃后 见谁都怕 狙击流浪的时候 惨遭坏人虐待 刺毙了很久 可它们现在看起来很好 在大家和工作人员的陪伴下 它们逐渐走出了阴霾 如果它们一直选择自我送别 是很清楚 但这样的话 有些可爱的人和事就无法见到了 爱让它们放下戒备 安心做自己 想要开心的生活 首先得学会自己爱自己 这张明信片 你可以写上小说的话 人生不如意的诗很多 太棒了 不开心的话 可以停下来再休息一下 希望你还会回来看我 谢谢你小猫 我想尽快前进 一直向前 谢谢你快前进